歡迎收看JB單車兄弟 今集我們繼續來到雲牌單車為大家介紹新產品 今集我們的主角就是我身邊這一部Cornago G4X Gravel Bike 其實它是2019年那時發表的G3X後繼車款 它吸收了V4RS Aero設計 放在這輛車上 保證如果喜歡踩Gravel Bike的車友就一定不會令你失望 如果你選擇頂級版的G4X 它就會默認跟著CC01 C68那款一體式車把 但是它就會用Gravel版 它的Flair外擴比普通版會多一點 讓你騎off road的時候就會有多一點的操控性 CC01的闊版就有五個size 如果你選擇較便宜的選擇 它都會用回蛾頸配合合金車把 有不同的選擇 今代的G4X就兼容比較闊身的車輪 由上代的42mm增加至今代的45mm 它新設計的後三角位都會開得闊少少 右邊的後下叉 右邊的後下叉 它亦都是改右了少少 去支援機械變速的走線 但是大家可以放心 那個位置工程師已經用了high mode carbon 去補強它 今代的車架這個位置 後下叉的這個位置 它就跟了一個塑膠的保護貼 非常之有型 它寫著G4X的名字 打印了下去 可以減少你脫鏈的時候 會整花一個塗裝 另外這架車的特色 就比較多的水污架 上管有一個 有一個很漂亮的G4X的塑膠的塑膠保護著 中間這個有一個 這裡另一個 它下管的下面都有一個 在這個位置 總共有四個水污架 如果你騎長途的車友仔 都不怕沒有水陰 今代就換了用T47的鎖牙式BB 座椅甲也是新設計 可以給GRAPHO的車友仔 就多一個保障 它可以鎖得比較實些 希望可以安定感會多些 令到你騎off road的時候 這架車也是兼容1X和2X的電子 和機械變速系統 如果你是踩得快些的車友仔 喜歡追速度 它最大是可以支援到 用到54T的大餅 成車如果你上網看 其實它有幾款的變速系統 可以給大家選擇 它有Cimano GRX RX 820 兩個大餅 也有GRX RX 822 就是1X 也有SRAM Rifle Assess SRAM Force Assess 和SRAM Red Assess 上網看到它都是用舊代SRAM的變速 都是12速的飛輪 我在屏幕上給大家一點參數 我會打到 可能不同版本 不同選擇 可能我過一過鏡 給大家看一看 大家可以詳情 可以上網看 車架尺寸方面 其實它有450 480 520 540 570 尺寸 配色方面 這邊有這款黃色 它也有綠色 另外有藍色 有三個顏色給大家選擇 我覺得這幾個顏色都頗鎖 大家其實都可以放心 因為Cornago 它鬥Circle Cross的歷史已經很悠久 已經有了 它以前用的G3X或者再前代的車 職業車手有Stanis 有Wolven X 它也是騎上代的Cornago戰車 而騎今代的G4X的職業車手 就有Sylvia Persico 和Ryan Camp 有這兩個車手在用的 大家可以放心去用這款車 不怕 因為都在比賽 是的 同場嘉應 有我手上的Folcam Shark輪組 Folcam的工程師 就用了鯊魚旗做一個放生殼的設計 你看到它這個波浪文的設計 它應對側風的能力就會提升 那些風就不會吃得那麼硬 對比傳統的一體框高的設計 它框高方面就是42-47mm 因為它有高低起伏 這一隻輪組有個好處就是 它的Rim bag 它是一個沒有轉孔的設計 框邊也有一個mini hook 歐罩 所以它有一個2-way fit 系統 亦都可以支援到一個tubeless的系統 以及用開口胎的車側去到OK 它的Rim bag沒有轉孔 如果你裝tubeless的車側 就不用裝Rim tape 你裝胎的時候 如果用開口胎的車側 它會對你的內膽很friendly 因為它沒有那麼容易會刺穿 支援輪胎的闊度方面 它就由30C到65C都可以支援到 Range十分之大 非常之適合我剛剛介紹的 Cornago G4X的Grafel Bike 大家可以安裝40C的波羅胎 可以試試 另一方面 它的LINK-G也是一個新的設計 叫A3RO LINK-G 既空力又穩定 Bearling方面 就用了USB的圖匙Bearling 亦都非常順滑 轉個盒子聲給大家聽 非常之靜和低調 我可以這樣說 這隻輪組的對象客戶 就是給Roll Bike和Grafel Bike的車友仔 不知道這隻輪組 又合不合大家口味呢 歡迎在留言區告訴我 亦都是我剛才介紹過的Cornago G4X 大家亦都可以在留言區告訴我 大家對這兩件產品有什麼看法 今集就介紹到這邊先了 我是JB單車兄弟的Billy仔 如果覺得這條影片好看 就按個訂閱和CLS一下 我們下集再見 Thank you 多謝 拜拜 1 2 1 2 2